西元1555年 沿岛之战 他带领了四千士兵 几百三万大军 他拥有全日本最大的银山 他统治了整个西日本 他是战国第一魔将 毛利小五郎 的祖先毛利元旧 今天我要介绍在安逸之国最重要的家族 毛利一族 在连昌幕府时期 毛利元旧的祖先 也就是毛利小五郎的祖先的祖先 毛利激光 他当时是连昌幕府的重臣 但是呢 随着连昌幕府的灭亡 毛利一族就开始隐居 他们隐居在安逸之国一带 一直都是安逸之国的地方小市里 一直到了西元1497年 毛利弘元的老婆 怀了第二胎 毛利元旧的时候 他老婆突然在梦里 梦见了一种鹰鸟 这种鸟叫做悟旧 那这次悟旧 留下了一根羽毛 给了毛利元旧的母亲 而他醒来的时候 感觉到这一定有某种讯息存在 于是就跑去问了阴阳师 欸阴阳师啊 这根老阴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于是阴阳师告诉他 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象征 未来毛利元旧一定是一国的霸主 然而毛利元旧的童年 并没有像预测的这么的顺利 在毛利五岁的时候 他爸爸红元就因为饮酒过量 而酒精中毒身亡 而底下的将军知道毛利红元过世之后 就马上把毛利一族的势力抢了过来 并且把继承的毛利元旧 把毛利元旧的城给占领了 把毛利元旧与他的母亲赶到大街上 那为了生存下去 小毛利元旧与他的母亲 就必须要到处要饭 但是街上的邻居都认识他 所有的人都戏称他叫做 孔子基和卡托诺 听日文起来感觉蛮好听的 但其实他的意思是 要饭的年轻殿下 过了不久 这些大将军也都生病死亡了 所以毛利元旧就会顺利的 接回城堡内担任城主 而此时掌握毛利一族 最大的权力的哥哥 也是因为饮酒过两个 中毒身亡 并且将他的势力 全部传给了他 只有两岁的儿子 毛利姓宋婉 这个时候趁人之围的安逸五田一族 就来侵略毛利一族的地盘 但是毛利元旧 两岁的直指根本就没办法上场打仗 此时毛利元旧只好输逼 代替毛利姓宋婉上场 这是毛利元旧的第一场战争 其实在战国时代 二十岁才上第一场战争 是非常的晚 但是他的第一场战争就非常的精彩 毛利元旧一路抵右 五田一族走进埋伏里面 而五田军很快的又全军覆没了 而后面赶来的援军 也被毛利一族用弓箭射死了 其中有个大将叫做五田元凡 他被称作西国相 是在当时战国的西国地方 非常有名的将军 但就被毛利元旧带领了军队 一把弓箭射死 从此之后毛利元旧声名大招 不久后继承毛利一族的姓宋婉 九岁而已就病死了 但其中有非常多的争议 为什么会突然就这样死掉才九岁 而毛利元就顺理成章的 继承了所有毛利一族的地盘 毛利一族此时 臣服于实力更强大的大内一族 并且联合大内一族 产出了五田一族 尼子一族 以及大友一族 基本上称霸了整个西国 但是好景不长 西元1551年 大内一族里面的重臣 有着西国无双之称的陶琴贤 因为看不惯大内一龙 败给了尼子一族之后 就一蹶不振 开始成立于女色 所以陶琴贤发动了大尼四字变 逼着大内一龙最后自杀 而陶琴贤就掌握大内一族所有的势力 并且与毛利研究 表示友好 而毛利则表示 不久之后 陶琴贤就出兵讨伐其他反对他的 并且下令毛利研究 参加这场战争 而毛利研究表示 就是 这个时候陶琴贤生气 他决心在铲除反对派之后 就来追杀毛利研究 此时聪明的毛利趁着陶琴贤 在追逐反对派的时候 迅速集结自己的势力 破章的势力 迅速在这个时候 毛利研究收复了日本最大的银杉 实践银杉 掌握了银杉 就代表掌握了财富 不过最终毛利一族 所集结的兵力还是只有4000余人 而掌握大内一族所有势力的陶琴贤 则拥有3万兵力 西人1555年 陶琴贤终于追杀了毛利研究 而聪明如毛利早就做好布局了 他们知道在岩岛上面的地理位置 对于大军进攻是非常不逆 各位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打个仗还要坐船过去 我在岸边早就射死你 所以他选择在岩岛上面 带来一座城 公尾城 但是身为西国无双的陶琴贤 也不是笨蛋啊 到底该这么做呢 狮狮有三种 毛利研究的策略有三招 毛利研究在岩岛上面 组起了公尾城 并且安排被判陶琴贤的重城 集匪直之担任城主 并且故意制造出一个假消息 告诉陶琴贤说 唉 我刚才这座公尾城真是失策啊 只要陶琴贤来攻打公尾城 我们绝对会灭亡的 毛利研究还安排了自己的家臣 贵元城 假装投靠陶琴贤 并且告诉陶琴贤说 他对这座城堡的地位置 非常的熟悉 熟门熟路的 可以带着陶琴贤一起一起攻打 而战国时代 称霸整个赖户内海的海贼 战国海贼王 村上水军 他拥有超过300艘的大舰队 而关于战国海贼王的 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 之后给大家讲一遍 毛利研究请求了村上水军 此时村上水军还在考虑当中 然而豪欣贤的本队 已经登陆岩岛扎营了 非常的靠近 只有500人兵力的公尾城 而公尾城就传来急报 迫切请求援军支援 情急之下 毛利研究只好开出一个条件 他告诉村上水军说 我只要借兵一天就好 村上水军随即派出了 300艘的舰队 参加了这场战争 天色箭撼 赖户内海 突然之间下起了暴风雨 熟悉大海的村上水军 在风雨中听着毛利研究的命令 载了2000毛利军的本队 登陆了岩岛后方的塔之岗 而另外1500年兵力 则伪装成陶琴贤的援军 直接大摇大摆登陆岩岛 并且与公尾城的500兵力 会合深夜毛利人就下定了总公主 淘金钱惊醒 此时陷入一片混乱 除了公尾城的2000士兵之外 还有从塔之岗 过来的2000士兵 淘金钱根本就无力指挥 只管要逃跑而已 好不容易逃到了岸边 想要坐船淘宝时 想不到岸边的水军部队 早就被村上水军给殲灭了 淘金钱自知以无力回天 并且说出了以下的疑言 没有什么可惜 没有什么可恨 这一切本来就是命中注定 年仅35岁的淘金钱 切剥自杀人 并且在三天之后 沿岛直战 宣布正式结束了 在上一部影片我有提到 岩岛是女神之岛 她非常禁忌血与死亡 但此时的岩岛却不满了这两项禁忌 因此毛利元就赶紧下令 将所有的尸体搬运至对面的大野岛 并且用海水清洗沾满血迹岩岛神社 还举办了一连七天的超渡仪式 西元1571年 高龄74岁的毛利元就 在广岛与家人的陪伴之下 病逝了 结束了她传奇的一生 毛利元就被后世人称作 战国第一魔将 生于安逸国 也死于安逸国 五百多年来 至今仍是广岛人的骄傲 尽管毛利家 命徒多船 五岁上父 十岁上楼 甚至路边行起 也从没有打败过毛利元就 战国时代尔虞我诈 任何出色的将领都会遭人嫉妒 反观现代也是相同 三国时代的李康说 木秀于林封闭摧之 一个人比别人优秀 必然会遭到无能之人嫉妒而排挤 我们何曾见过平庸的人遭人嫉妒 毛利元就天生注定非凡 但他自命平凡 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 最终毛利家成为了封城政权的五大佬之一 然而 我们也只需要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 终究会得到属于自己的成就 每个礼拜跟着他一个游离日本 带你深入日本分享故事了解他 220度 5分钟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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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2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